OK,OK,OK 各位参加2017台湾女孩日活动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非常高兴能够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用远居预录的方式 让我实际上现在人在立法院 还是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联合国在2011年12月有通过大会决议 把每年的10月11日定为世界女孩日 从2013年开始 台湾也因此而举办台湾女孩鱼来共襄胜举 向全世界来展现我们对于女性权益的重视 当然我们都知道任何权益的争取 不是一朝一夕不是一蹴可及 我上个星期才刚从纽西兰回来 大家可能知道纽西兰是全世界第一个 实施女性跟男性一样都有投票权的国家 他们在1893年就举行了第一次的普遍选举 而当时的倡议者Kate Shepard 我到那边去大家都非常的尊敬这一位 而且事实上他是在十元钞票上面 已经当上了他们的封面人物 之后的故事就如同我们都知道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相同的行列 除了少数两三个地方之外 现在可以说在地球之上 女性跟男性有一样的参战权利 是最为基本的普世价值 而因此对于全世界政治所造成的改变 更是无远复界 我们在台湾当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此外在几个月之前 有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印度电影 在台湾也创下了票房记录 在场可能有一些朋友有看过 那就是我和我的冠军女儿 为了兼顾还没有看过的人的权利呢 我就不在这边爆雷了 但是简单来讲 这个电影就再一次展现 当任何人能够突破自己的性别的刻板印象的时候 就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而且能够创造出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成就来 因此虽然今天的主题活动是 Girl in STEM 但是我想强调的 不只是在STEM 在任何的领域女性都拥有 也应该被赋予跟其他性别 完全一样的条件 一样的机会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 从每一个面向来看 女性的表现都极为解除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最后祝福在场的每一位朋友 都能够不受性别的限制 找到人生的兴趣 而且呢 也祝福大家的未来 能够不断尝试 不断跟各界分享 也祝福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